开学后为了提供孩子们最安全舒适的就学环境 县长徐真蔚利用寒假期间来到花莲市的国风国中 在教育处人员的陪同下视察了校园的环境 了解学校目前最迫切的环境改善需求 并且提出相关修缮的建议 让每个学子都能够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为了提供孩子们开学之后最安全舒适的就学环境 县长徐真蔚26号利用寒假期间 前往花莲市国风国中前往视察学校 县长徐真蔚重视硬体建设部分以营造友善的校园空间 确保孩子们活动安全为首要 正对校园地平改善包括老旧厕所地板渗水 篮球场以及排球场规裂地平改善等等 提供足多的建议 期盼能够给学生一个无风险的学习场域 在校园安心的游玩以及成长 对国风国中班级数多户外校园课程场地受限 既然学生了解状况之后 也为请教育处协助校方提出相关计划 申请中阳别人预算 建置风雨教室以及球场 让学生们免于担心风雨的来袭 享有室外课程学习的权利 现在学生表示校园环境改善应该考量学童 学习以及生活适应 并且让硬体融入人性 同时也考量学校以及社区之间的共同需求 进而提出改善 包括游泳池周边老旧围理诊件 体育馆整体修缮 显示空间的重建整理利用 校园草木美观协调性移植等等建议 现在学生会立即折成 教育处提供校方协助以及指导 进入完成发包修缮 提供学生们乐于学习的友善校园环境 让孩子们在无风险的场域快乐学习 并且安心成长足壮 记得就关于华特朗 教育处提供